曾经我们给大家报道过 三月份中美航线数量将大幅增加 回国机票有望回落 甚至逼近于疫情前的水平 可惜恐怕这次的希望大家要落空了 从最近陆续放出的消息及未来航班排部来看 三月份后的中美航班班次 基本还是维持在现有水平 自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 美国交通部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中美旅客的心 曾经因为2022年1月的抑制命令 让中国航司的复华航班悉数停飞 招来了不少人的憎恨 又曾经在2020年6月 让美国航司恢复了复华航班 迎来不少人的欢呼 可以说每一次交通部下达的政策 犹如情云表一般 让人捉摸不透 而这次又让广大在美华人欲哭无泪了 根据2月15号公布的最新消息来看 3月26号至10月29号 中美直飞航班基本没有增加 早在2023年1月初 东航、下航、川航、南航、海航、国航 都申请了副航或者新增多条中美航线 从而进一步满足在美华人回国的需求 然而万事俱备 只欠美国交通部的一个绿灯时 却没想到吃上了闭门羹 所有航司的请求可以说是毫无回响 没有批准任何一条 而说起没有批准的原因 也挺让人无奈 据小道消息透露 没给中国航司开放航线的原因 竟是美国航空公司并没有太高的意愿增航 大概是因为美国本土市场已经赚够了 还有也可能是因为航空公司缺人 在疫情期间裁员以及退休的人员 可能还没有被新际人员填充进来 所以美国交通部遵照国际惯例 也就是对等原则 暂时没有理会中国航空公司的增航要求 面对美国交通部这次合理 但又无脑的拒绝 广大华人的回国路又开始犯难了 一边是捉襟见肘的航班次数 一边又是囊中羞涩的存款数目 恐怕很多人回国的计划 又要无限期的推迟了 不过许多已经计划好 或者不得不复华的游客 依旧还是要在有限的航班数中找到最高性价比的选择 那对此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航次与航线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目前中美直飞航班的信息汇总 根据美国交通部的批复 在3月24号后会大概率依照此计划执行 首先是中国国航 北京往返洛杉矶的航班CA987、CA988每周一班 深圳往返洛杉矶的航班CA769与CA770每周一班 东方航空上海浦东机场 往返纽约GFK机场的MU587与MU588每周两班 南方航空广州往返洛杉矶的航班CZ327与CA328每周一班 广州往返纽约的CA327与CA328每周一班 接下来是厦门航空 厦门往返洛杉矶的MF829与MF830每周两班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航四的复华航线情况 美联航旧金山往返上海的UA857与UA858每周四班 接下来是达美航空 西雅图往返上海的DL287与DL288每周两班 底特律往返上海的DL283与DL284每周两班 最后就是美国航空 达拉斯往返上海的航班AA127与AA128每周两班 关于美国航四直飞的航线 曾经基本都要惊停首尔后再飞抵中国大陆 而在3月3号起 所有的惊停环节取消改为直接降落最终目的地 总上所述 目前中美航线依旧是仅存18条直飞航班 可以说与先前疫情严重时期毫无区别 但随着中国的彻底开放 大批华人期待着回国与家人团聚 显然航班数量很快将会陷入供不应求的场面 从而造成机票价格的进一步走高 那如果在行程上相对宽松的旅客 大家可以考虑转机来降低回国的开销 比如先落地亚洲其他国家 如新加坡 日本 韩国等再转而飞抵中国大陆 还有一条先前我们为大家强烈推荐的海外直飞香港 再通过口岸或者其他航班抵达中国大陆的曲线回国路线 这些都能够大幅度降低大家的回国开销 再有就是大家在购买机票时 紧记两大法宝 早买和勤刷 按照网友的经验 大约在两周内或者两个月后的票 比较容易刷到便宜的 当然 便宜不好解 大家还需要勤刷 比如每天早中晚 时不时的看一下机票讯息 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放出合适的票来 一旦看到 就不要犹豫立刻下手 毕竟同时在刷票的竞争对手不在少数呀 以上这些方法只能依靠牺牲时间 或者凭借运气给大家降低少数回国机票的价格 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只能是解决不平衡的供需关系 这就要看美国交通部何时能够放出通行证 给广大在美华人一条顺心的回国路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